我听到了听到中秋节快乐亮哥 嗯有吃月饼没 三妹这个是什么 这个这个是个 这个是过年那个时候剩下来 过年宝宝的服装 嗯中秋节接着用 只要是中国的传统佳节 他就永远不过时 对 可以一直穿 那是怎样特别今天穿的 对啊因为今天中秋佳节啊 哎呦不错不错 咱们在这个 那我赚到了我赚到了 三妹说两话赚到了赚到了 亮哥你有吃月饼没 我 我最多吃一点蛋黄酥 还有芋头酥这样 月饼太 热量太大了 哈哈哈哈 你竟然不吃月饼 我每一年以前在中国 在大陆大陆的时候 我每一年的中秋节前后 我都会长胖三到四斤 哎呦 热量又甜啊 月饼做的很甜 你不觉得吗 我大概还吃了一点凤梨蛋黄酥这样 你这个是台湾我们那很少吃上海可能吃蛋黄酥 我都吃小小的小月饼啊小小月饼 我喜欢吃什么莲蓉蛋黄莲蓉双黄 哎呦那个那个热量都好高啊 云腿月饼啊 呃最近的港式的流星月饼我也爱的不行 你说怎么办吗 今年还好 今年还没有 没有大吃特吃 哎呦 也不能不吃 你说这过节大家送 大陆 大陆有没有像台湾这样吃柚子啊 呃是这个季节吃柚子 对可是会中秋特别要吃柚子吗 没有 没有哎 没有特别吃柚子 好像没有 没有 然后我们也没有要吃烤肉 我我记得台湾你们过中秋节要吃烤肉 呃晚上晚上 那个台湾特有的啦 因为有一次 那个万家乡酱油做了一个广告 他就在中秋做一家烤肉万家乡 哦 那结果就爆红 他就变成了一个传统 所以他并不是你们一直以来中秋节都吃烤肉 没有没有没有 是那个广告之后 那大家就觉得不错啊 这个烤肉赏月不错啊 就这样啊 哦了解了 我就想说为什么中秋节会吃烤肉 每每次我过中 那个中秋节的时候 我看台湾的那边都是什么烤肉柚子 因为烤肉是一个家庭聚会的活动 所以大家会在一起你知道吧 火锅也是啊 呃没有啊中秋节热了要死吃火锅啊 烤肉也好不到哪里去好不好 烤肉可以配凉的啊哎呦 而且烤肉可以在室外啊可以在阳台啊就看月亮嘛对不对 你又你又没有你没有要过过中秋节吧你都 你中秋节都在跑通告吧没有啦我们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哎呦 中秋节是不分年纪的中秋节我们家已经没有人能够吃那么多肉了呀 主要是女儿不在如果女儿在的话可能会捣吃一下就像我老婆因为我待会要去上电视我老婆跑去他的娘家打麻将 哦太好了中秋节就是要大家在一起打麻将嘛 对啊 而且我记得这个肯定是成都人的习惯 嗯不成都人不分中秋节打麻将 成都人随时随地都在打麻将 而且那个你知道中秋那个师母是不是又不吃肉 所以他对烤肉应该也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完全没兴趣 嗯特别一家家打麻将啊 哎呦我们亮哥在那赚钱师母在那打麻将 不错不错不错